HELLO HELLO 各位伯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万迷早晨节目 大家记得CLSS,comment like,share和订阅我们两个 记得和港曼联的YouTube频道 包括大巴台和新闻台,记得订阅我们的IG IG名字就在下方,现在已经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又是香港的夜景 即是说,我今早又有工作,不能錄音 但之前那晚,大约到1点多 也有很多资讯想和大家分享,所以就先录定了 即是跟昨天一样,都是要之前录定的,不好意思 因为真的早上有东西 首先说一件事,昨天的影片就说了 Soushach就选择放假 其实不是只指他自己的 他和球员,即是所有不用踢过赛的球员 和所有相关球队的职员 都会负一星期假的 好像昨天很多朋友说 有时可能松一松,希望可以回到有些好事想到回来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老闭塞的话 是可以帮助到的 另外有些朋友说,大帕你干什么不让人放假 搞错啊 说真的 大家搞清楚一件事 作为曼联的高层,那个人叫Soushach 我相信是他决定自己 和他的职球员是可以放假的 我怀疑 就连Ed Woodward 我想他要说一声给他听的 但最终的决定权 应该都是Soushach自己 所以 是他自己才决定自己 我没有这个话事权 也没有这个能力 不过我只能跟大家说 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怎样做 这是我的选择 大家也不需要说我,你说我都没用 因为这个的确是我的选择 如果我是Soushach,我就会 真的留在这里 真的想什么 也和自己的职球员说 如果大家有兴趣留下 和我一起想一下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死局的话 欢迎你留下,如果不是的话 你们可以放假 这个就是我 如果是Soushach的的话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 这件事已经说完了 因为他们已经放假了 亦都无需再讨论了 OK 好,今天要说回这个正题就是 阿巴哥 阿普巴哥 伤了 亦都出来了 又拿拐杖 应该如无意外 就华伤8至10个星期 我看到有个社交媒体 比较 原来 我也记得在节目说过 阿尼玛哥很喜欢三月伤 很多年都伤 据问是因为他妹妹生日 不知肯定留 原来阿普巴哥 都很喜欢十一月伤 为什么呢 原来他太太 这个时候生日 这些说法 我就不信 是刚好而已 OK 这么巧看到社交媒体说 就和大家分享这个资讯 我就不信是真的 好了 但是另一件事 大家数好日子 8至10个星期 即大约两个月左右 正正就已经是一月了 所以 有些媒体 传闻 我相信当然 没有任何 事实根据的 老实说 曼联都差不多决定了一月 卖普巴的了 卖得多少 因为 其实一月他已经可以 跟其他球会谈 他的 新合约 就是说 未来的暑假的合约 OK 如果一月不卖 即是你不卖 或者卖不到的话 基本上普巴就费走 所以 加拉萨 那时候沽寒 我都估计 他是有机会 一月就购走 因为看过了 普巴逐约的机会就问 你想想 现在又搞成这样 其实 我觉得他逐约的意愿 相当之小 球队又搞成这样 他自己又受伤又成 但问题就是 一月真的 有没有可不可以 拿回一些转门费 卖走他 其实我自己觉得 都是微乎其微 老实实 大家又不用那么担心 说万联门失败 其实就不是 但会计仔如果你听到这件事 或者其他会计的朋友 请修正我 因为他那个 当时8000多万磅的转会费 我当他一开始是1500年合约 如果没有记错 其实在那五年的时候 就已经减了 费用已经完全扣了 所以 现在走了的话 其实理论上 我们省了薪 在我们的费用方面 就应该没有了 因为已经扣了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如果我有错的话 希望会计仔 或者其他会计的朋友 搞定我 所以 如果现在普通话 就算是费用也不是 亏了钱 因为那些钱已经用了 扣了 好了 其实另外一件事 他现在又受伤 很大机会 一月就走 或者就算不走 心就走了 是不是会令到大家画面 看到的云迪 云迪迫 是多了机会呢 这个 就真的大家要拭目以待 究竟云迪迫 真的 来的时候 已经是预备普巴走 现在终于 等到他的机会 还是说 其实不是的 普巴走了 可能云迪迫 也是没得踢的 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很快就知道 因为 起码 来 一两个月 都不会出的 云迪迫会不会出多些 或者都没有机会出呢 大家就 自由分晓 第二个中场球员 和我们扯上关系的 就是Dick and Rice 很多朋友都觉得 我们的中场 真是很不贴 如果买了Dick and Rice 回来 整个小时就不同了 可能整队球就齐脚了 说真的 如果以我们早几场 踢球的态度 踢的话 就算Dick and Rice 来到也救不了我们 不过 如果真的买到回来 当然会帮助到 现在就有段报道 就是太阳报 和Metro 太阳报报道 Metro有引述 现在 就说 就算你现在肯出一亿 英镑 韦斯咸 都不会放走这位球员 因为他就觉得 很想你 赵韦斯咸 现在多厉害 成绩相当出色 在莫耶斯带领之下 所以 其实 差不多是告诉大家 Dick and Rice 是非卖品 就算你车仔曼联 甚至乎曼盛 成绩 都不会 1亿 肯定就不会卖 但是如果超过1亿 可能就有得谈 情况就是 究竟有没有球会可以出 1亿或以上 去买 Dick and Rice 说真的 之前的 Jack Grealish 曼城用了1亿去买 已经超压 超压完成 所以 再用超过1亿去买Dick and Rice 无论是 曼城 曼联 或者车路市 机会都相当之小 老老实实 Dick and Rice 本身来说 很忠心于 卫斯咸这个球会 如果卫斯咸 明年 有欧联踢的话 我个人都很相信 他真的会留在卫斯咸 不知道 有没有同样的看法 所以 我们曼联 就算阿普巴走了 是不是会买Dick and Rice的机会 我自己觉得也不大 Dick and Rice的机会小了 现在另外一个 我们都跟他踢球了 上一届 AC米兰的 Franc Cassie 究竟这个有没有机会呢 现在据文 Daily Mail 有个报道 他不是很想跟 AC米兰做约 这个之前也曾经传过 所以 今季结束了 他就是 3A准了 又或者这么说 在1月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 跟 与非 二级的球会 谈定 明年合约 所以 曼联一月 会不会有动作 又是那句 跟普派的情况一样 如果 如果我们肯出少少转会费 可能AC米兰就已经会 卖给我们了 这个球员 我们自己都见过 起码上年的欧巴 踢过 也是一个不错的中场球员 他也算是偏向防中一点 还挺硬 所以 究竟我们能不能找到他来帮忙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机会性 我就觉得 如果你问我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他 就真的一如试一下 出手 反正我们的普派 都很大机会走 如果普派的卖走到 一两千万磅也好 可能 有机会足够的 因为 他跟普派的情况一样 都只剩下 半年的合约 AC米兰可能 卖得多少也比没有 所以有机会 但是重中之重 其实Franc Cassie有很多选择 究竟他会不会选择万磅 这个才是问题的证捷 最后一位要和大家说的中场球员 就是这个Chill Manley Chill Manley现在是摩納哥的 其实 Todo Sport这个媒体就说 之前祖恩达斯都问过 关于这个年轻的球员 车仔与马联 都曾经有住民过 他们就说根据他们找到的资料 他的转会费 一定会超过 四千五百万 至到五千万欧罗 这个水平 起码都要四五千万欧罗才有计划 即是起标 如果多几个球会 就不似 介绍这位球员 其实就是 法学国家队 跟普巴踢过一两次 他也是新进的 法学国家队的中场球员 最初我都以为他也是比较防中一点点 但其实看起来 他反而是比较像普巴的位置 他会比较像 Box to Box 比较像6号 所以 我自己觉得 如果普巴真的走了 可能找他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又是那句 究竟我们 有没有机会 抢得他回来 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过 那几个中场球员 包括什么都不做的话 其实雲迪碧可能已经顶到普巴 但是如果我们除了雲迪碧之外 我都觉得如果普巴走了 是要加强多一个中场球员 我假设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我刚才那三个选择 就是Francassie Chulmany 和Deacon Rice 你会愿意怎样呢 当然大家记住 Deacon Rice一定是最贵的 一定是过亿的 Chulmany大约是四五千万欧罗 我估计最多是五千多 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多人争呢 要去到夏天才知道 如果一月我们出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另外就是Francassie AC米兰的 如果一月出手的话 我相信 应该是一两次 总之如果卖普巴的转费费 如果真的卖到的话 有机会会盖到的 因为大家都只剩下半年 我觉得 如果要即食 因为Dacon Rice太贵了 还有英格兰球员 等下又不知来到 又怎样 所以理论上三个来说 我觉得Francassie 比较即食一些 亦都是 价格上高亦是比较实际的 不知大家怎样看 大家可以说下大家的意见 最后有一件事 叫做个阿隐 传闻 AC米兰 对拜利有兴趣 究竟这个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我相信 大家都先听着 因为拜利也曾经传过很多球会 对他有兴趣 不过也只是传字 OK 这次节目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